你们知道日本人有多残忍吗? 他们表面上呼吁保护海豚,却在背地里开设捕猎海豚的节日。 每到这个节日,他们都会在太地艇进行大规模的捕猎。 他们会用钢筋插入海豚的呼吸口,然后用刀割他们的脊椎鲜血直接染红了整片海湾。 那么日本渔民为何会残忍地捕杀海豚呢? 其实这幅画面是一位海豚训养师偷偷拍摄下来的。 当他们到达海豚湾时,到处都是禁止入内的警示牌。 他们想尽办法,才偷偷地拍下了渔民捕杀海豚的画面。 他们来到一处海豚迁徙必经之路,在此地设下埋伏。 当海豚经过的时候,渔民会将长长的管子放进海里, 然后用锤子敲击这些管子释放出噪音。 海豚对噪音极其敏感,渔民也是抓住了这一特点, 制造出令海豚慌乱的声音。 因此,成百上千的海豚被驱赶到了潜水区,渔民就等在此处。 渔民首先会用网封死这片区域, 然后海豚训练师会聚集在此地, 选择适合运送到动物园的海豚。 训练师选择的一般是年幼的宽围海豚, 选好之后就会被运送到世界各地的海洋馆进行动物表演。 而海豚天生对噪音敏感,并不喜欢嘈杂的环境, 所以欢呼和尖叫对于他们来说是很不舒服的事情。 在海洋馆中表演的海豚,看似无忧无虑, 其实每天都顶着很大的生理不适进行表演。 因此,寿命长达50年的海豚在海洋馆却活不到10年, 甚至还会选择停止呼吸,选择自杀。 而那些没有被选上的海豚就逃脱不了死亡的命运。 日本渔夫们会用绳子将没有被选上的海豚 拖到一旁没有人的位置进行宰杀, 然后以4000人民币每条的价格出售到海鲜市场。 日本的海豚交易市场, 每天都会有几百吨的海豚肉在此出售, 价格十分低廉,还会出售到世界各地。 其实,海豚肉是不宜被人类食用的, 因为海豚体内有大量的拱元素是一种有毒的物质, 人类是不可以食用的。 而日本大量捕杀海豚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食用了海里的其他鱼类, 造成渔民无鱼可捞。 这样荒谬的理由真的让人无法接受。 日本人真的十分残忍, 他们不光猎杀海豚, 还将刀刃伸向了鲸鱼。 他们为了掩盖自己的恶行, 政府还会和当地的渔民团结一致, 一致对外阻止媒体前来报道。 甚至有些日本的渔民还会寻衅滋事, 挑起事端, 然后以擅长私人境地对你大大出手。 有一些爱护动物的组织, 为了解救海豚, 还会被日本的渔民所驱赶, 甚至用鱼叉威胁。 而我们所看到的画面, 还是一名海豚训养师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 他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他曾经训养过一条优秀的海豚, 但是七年后却突然自杀。 这让他难过不已, 也因此踏上了保护海豚之路。 在拍摄这段视频的过程中, 他们多次和日本人发生冲突, 还有一位年轻人因此丧命, 但他们没有放弃, 就是为了让大家看到日本人的恶行。 日本人不仅大量捕杀海洋生物, 还往海洋排放污水, 真的令人憎恶, 对此大家有何看法呢?